大家平安 我们读的圣经以赛亚书第57章 这段经文里面记载 上帝惩罚以色列百姓 因着拜偶像被神来惩罚 让我们看见在台湾的处境里面 也是一个拜偶像 甚至多元信仰的一个主群里面 特别我就发现 每一个神明他只有一个功能 几个例子来说 当我们要婚姻的时候 要结婚要对象的时候 就需要有夜下老人来牵红线 但是结婚以后我们要生孩子 我们就需要有住生娘娘来帮助我们 孩子长大要读书 就需要文昌帝君来帮助他 可以得到聪明跟智慧 当他要去就业 他就需要去找官公来为他来帮助 让他能够在事业兴隆 我们发现在台湾整个民间信仰里面 所有的神明就他一个神明一个功能 神不喜悦 因为我们因着拜这么多的偶像的当中 我们失去了神的爱跟祝福 因此以色列百姓甚至是犹大国的百姓 常常被神惩罚很多的原因都是因为他们离弃真神而敬拜偶像 我们看见我们所敬拜的神 祂是超越万神之上的神 所有的人民所需要的神都可以给我们有答案 无论你在任何的处境里面 神都可以成为我们的依靠跟帮助 所以圣经在诗篇九十五篇里面说 我们当赞美优华上帝 因为祂是超越万神之上的大金王 就可见我们的敬畏的上帝 是独一的真神 是一个伟大又全能的上帝 我们任何的问题就来到祂的面前 祂必帮助我们 因此我们不受偶像的影响 在我们生命的当中 也并不像这些的百姓 因着拜偶像被神来唱话 愿神恩待祝福 我们台湾我们的国家 都懂得来敬拜那独一的真神 耶稣基督 愿神祝福大家平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